好,大家好,今天想做綠茶紅豆糯米池 我們先準備講講的材料 首先是餡料,煲熟的紅豆,大約200克 糖,這也是40克 麦芽糖,大約10克 皮料 糯米粉大约100克 椰浆100克 牛奶100克 煮食用的普通油大约3克 绿茶粉8克 視乎大家喜欢的浓淡程度 糖大约50克 最后用的椰子 先做馅料 先把红豆熬熟 压溶或用搅拌机打溶 打溶之后用去煮 红豆已经压溶或打溶 倒入锅中 中火煮一煮 加上糖 煮一煮 当糖溶了之后 就慢慢煮至干 要用少许耐性 我们慢慢煮 当我们煮一煮 煮至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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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开始收干 可以加上麦芽糖 如果大家不喜欢麦芽糖 可以不加 煮至干 就可以了 加上麦芽糖 煮至干 开始 现在我们开始 收干 煮至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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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熟 煮至干 煮至干 首先把糯米粉、綠茶粉、拌勻 把椰漿、牛奶、糖、少許油倒入鍋子 煮一煮 慢火煮一煮 慢火至中火煮一煮 煮至微沸 開始有少少泡 就可以關火了 慢慢煮 已經開始有煙了 開始冒泡了 關火 然後倒入粉 旁邊已經煮了一鍋水 攪拌完粉後就可以拿去蒸 攪拌均勻 攪拌到沒有粉粒 倒入碟子 然後拿去蒸 把粉糰已經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 冷卻一點油 少許油 把粉糰放到碟子裡 然後把粉糰放在碟子裡 鋪平它 就可以拿去蒸 鋪平了 大滾水 放入水,蒸大約20-25分鐘 開始 浪米池皮已經蒸好了 拿出來 攪拌後,攪拌後才可以去造型 皮和餡料已經攪拌了 餡料已經搓完12粒 約20克一粒 視乎大家喜歡大小粒 自己去衡量 皮 攪拌後,攪拌一下 攪拌均勻 攪拌滑少許 然後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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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一點 加入餡料 拌勻 搓圓一點 放椰子 完成了 各位,我們的綠茶紅豆糯米糍 又完成了 希望大家一起做 拜拜